而另外要来看到又到年终了 很多上班族最关心的 当然就是在今年可以拿到多少的年终奖金 哇这真的让人蛮羡慕的 因为第一银行传出年终有望达到7个月以上 还会全面加薪4% 而兆丰银行呢 这一次的平均年终也传出来将会超过8.3个月 只是这光鲜亮丽的背后压力也不少 到岁末年终奖金有多少上班族好关心 以往今空业年终都发的超豪迈 今年也不例外 定银行预估年终奖金有望发到7个月 还会全面加薪4% 加上升等晋级和奖励金 整体的调薪幅度上看到7% 金控获利加不止运营 不少银行都传出今年年终数字很漂亮 今年开始业绩有稍稍回稳 所以今年年终有稍微好一点 大概有比去年再多个半个月到一个月 走出防疫险损失冲击 加上整个利率走升 贷款业务比去年成长 让金控业年终有变多的空间 以公股行库来说 兆丰银行平均发放奖金超过8.3个月 集团还会加薪4.5% 优于去年 另外华南银行预估在过年前 发约1.5个月的年终 在明营的永丰银行 明年六千多名员工调薪百分之五 幅度高过军公教以及公股银行 数钞票好心情 预估公股银行去年平均年终 达到七个月以上 不少人急破头想抢金饭碗 但其实想进银行有难度 公股这三年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五 另外也有人指出 民营银行需要扛信用卡跟理财投资业绩 其实压力非常大 比较多证照的要求之外 有些可能要求语言能力要求之外 大部分其实不光是要面试 其实绝大多数要进入金融业 都要经过这个考试这个关卡 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 会比其他这个上班族的这个应征 要来的这个严格一些 尽管金控业寄出超高年终奖金 但想领得多还是得各评本事 记得张琼吴正宇台北报道